筛减站和接种站都接连出现了人潮不如预期 甚至医护比民众多的窘境 被质疑这是在浪费医疗资源 而台北市长柯文哲就炮轰了 没有需求就关掉 不要再弄了 这一党也批评 中央根本是累死前线医护 端午节年假第一天 中正纪念堂儿童疫苗接种站就涌现人潮 根据统计 光是预约今天施打的小朋友就有1026人 再加上现场排队的 预估今天的施打量可以达到1500人左右 但在廉价之前 第一天只来了369人 中央加开的松山筛检站 医护快比病患还多 到底该不该持续开设大型筛检站和接种站 中央地方各公开站 明天就瘦起来了不要再弄了 但不是就是说比较少比较 人比较少就要把它关掉 多一个人打多一个人的方便 那就是造福市民 我们的木栅机场 台大体育馆都停掉了 包括北市科还有这边 这三天这个廉价确实还有它的需要 过了廉价之后 再观察个一两天看看 如果人数如果需求不大 那当然就是关掉 陈时中说就算人少接种站也不能关 但网友讽刺炮轰 当初PCR大牌长荣 大官当时怎么不多开筛检站 爽你的面子累死全一户 就算变蚊子站也不是花你的钱就对了 我认为都是脱骨子放屁 多此一举 除了累死医护人员以外 我看不到任何的好处 去的人非常少 然后所有的医护在那边 整装待命 闲置在那边 中央看到这个情况 要赶快来抢工 到最后选举的时候好说嘴 防疫中心指挥官 从头到尾就只是为了政治 为了选票 而不是为了防疫的时候 他会做这么荒唐的举动 有什么好奇怪 是真的苦民所苦 还是有其他政治盘算 大观冷气房的决策都是前线医护在承担 记者 台北报导